好 我们下面看第三句话 它说 Such is human nature that a great many people are often willing to sacrifice higher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becoming white collar workers 第三句话其实是对前面这个现象的一个解释 说为什么会这样来做呢 为什么会放弃这个 为什么他们会穿着白衬衣和领带去工作呢 因为很多人都愿意当白领嘛 他显得有身份有地位 他说这本是人之常情 就是很多人都愿意放弃更高的收入 而为了能够成为白领工人这个特权 因为白领毕竟觉得脑力工作者嘛 好像更有身份有地位一样 这是人的本性 这句话依然比较长 咱们看看语法结构的分析 剧的主观结构是窦号前的这个白颜色的字体 叫Such is human nature 这是人的本性 人的天性 这个Such呢 放在句首 注意后面引起了一个道桩 Such is human nature 正常语句是 Human nature is such 人的本性就是这样 这个道桩 我们到下课书第五课中会详细讲解 咱们知道 Such放在句首 后面要有一个部分道桩 必动词前置就好了 然后从那开始 一直到句末 这个黄颜色的句子是什么呢 刚好做前面Such 这个词的同位于 说人的本性是这样的 是哪样的呢 解释这个Such具体内容的 是个同位从举 人的本性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 Agremented people 怎么样 经常愿意 牺牲更高的收入 好 从for开始 这个邪体字到句末 这是一个 这个目的状语 为了什么牺牲收入呢 为了这种特权 private 表示特权 特殊的好处 同时这个为什么用for呢 这个for同时也是跟sacrifice 固定搭配 咱们词词中讲过 sacrifice A for B 为了B来牺牲A 是目的状语 什么特权呢 后面这个of becoming white-colored workers 是一个借词端语 当后制令语修饰这个特权 成为白领工人的 这种特殊的好处 好 咱们把语法成分分析完之后 下面看看词法的一些细节 这是人的本性 人的天性 这个nature这个词 咱们看一下 它表示人的本性 或者是天性 人的本性 在这不是自然的意思 你看几个人坐在一块聊天 这个人突然间一皱眉头 对不起 我得出去一下 excuse me nature cause 对不起 是不是叫nature的人 给我打电话了 不是 什么叫nature cause呢 本性在召唤 什么意思 哎呀内疾 我得去尿泡尿 但你说 几个朋友坐在一块 都是董事长说 对不起 结果尿尿起来 这不好意思这么说 nature cause 就好了 就本性在大脑里给打电话 哎呀要尿尿了 要不然尿酷了 回去吧 nature cause 再比如说这句话 he's kind by nature 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本性上是很善良的 一个人本性上 本质上怎么样 叫by nature 顺便可以记住 这个人 他本善良 可以这么说 那么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构把它背起来 叫这是人之常情 人的天性 satch is human nature net 把这结构 干脆就背下来了 这个结构非常漂亮 而且呢 它侧重于这个satch 放到句首强调了吗 一般同学呢 可能会这么写 it is human nature net 这是人的天性 前面这个it呢 用形式主语 后面呢 再用这个主语从句 这当然从语法是正确的 但你前面用这个it 后面再加that的话 这个强调的意味就不强了 在上一句话是不是强调到 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人的天性 satch 放到句首 有强调的这个味道 这个结构能背起来 生活中拿过来就可以用了 比如说 我说 我们大家都喜欢免费得到东西 这是人的本性 都太小便宜 我们都喜欢免费得到东西 satch is human nature that will love to get something for nothing for nothing 叫做免费地 这个到了未来26个 怎么会碰到 我们大家都喜欢免费得到东西 这是人的天性吗 再看一个句子 直到失去的时候 才懂得珍惜 这是人的本性 不经过教育 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 你看 satch is human nature that we don't treasure what we have until we lose it 说这是人的天性 什么呢 我们直到丧失掉这个东西的时候 才明白去珍惜我们拥有的东西 这个trayer在这当极物动词来用 就是珍惜真爱 trayer当名词是金银财宝 做动词呢 视之如珍宝一般 直到失去它才懂得珍惜 这人的天性吗 人的本性吗 就这样的 我们下面再看一看 这句话咱们说了 放在satch 放在巨手 用了一个道桩 正常语序是这样的 human nature is such not 说人的天性是这样的 human not such的 这个同位从女 但是本文中呢 如果正常语序的话 同样这个satch强调的意味 也是没有那么浓了 因为放在巨中 位置不够醒目 放在巨手是比较醒目的关键位置 这就是人的天性 但这个道桩绝对不是必须的 如果不强调的话 把satch 放在巨中也是可以的 下面咱们看一个 不道桩的三册中的例子 大家翻书 请看130页的第九行到第十行 27课 130页的第九到第十行 它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are such that skills have to pay for in the same way that goods are paid for at a shop 说社会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 是哪样的呢 后面这个net总句 一样是做前面这个satch的通过语 就是技术是必须被掏钱来买的 正如我们在商店里 买商品的时候 您要掏钱是一样的 大家注意 这个satch用的是正常语序 它没有用刀状 如果把satch强调 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那怎么强调呢 跟本文中一样 satch 方的巨手 后面R前置用一个刀状 satch are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net 后面再写这个通过语从句 那么这个剧情就跟本文中这个第四课的完全一样 你看有陈述有道章 亚历山大在写第三册的时候 可以说苦心故意把各个结构都告诉我们 所以第三册必须当作个整体来看 而不要孤立的局限在某一篇课文里面 这样能体会亚历山大已经做古的这位老先生 他的良苦用心 好 再回到文中 大家看里边同位从具 主语是agreed many people 就很多人了 怎么样呢 are often willing to sacrifice higher pay 经常愿意放弃更高的收入 这个be willing to do 主语 willing是形词 叫乐意的 愿意的 不要读 willing 两个l 读 willing willing 这么一个声音 跟老师读一下 willing willing 注意不是willing 舌尖不要勾回去 这个l跟汉语中那个le发音不一样 舌尖往前指 抬起来跟上牙膛沾一下 而不是le 不要勾手的弹射 所以是ling 年轻乎乎的 好像大舌头一样 而不要读ling 我们再来遍 willing 这羊味就出来了 就乐意做梦是be willing to do 这是个细表结构 大家动词不定是 注意这个willing是形容词 我们再看一看二十八课 一百三十四页的第十七号 一百三十四页的第十七号 他说 I shook my head and held five fingers indicating that I was willing to pay five pounds 我摇了摇脑袋 毕竟伸出五个手指头 来表示我愿意出五英镑 这个be willing to do 叫我愿意支付五英镑 是愿意乐意 用的这个大费 是一样的 咱们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好多好多乐意的愿意的 而且下面一些更容易翻译错了 比方说这个be ready to do be ready to do 大家很容易把它翻译成 准备好去做模式 但是一般我们不这么翻译 如果ready表示准备好 它常见搭配着后面加7次for be ready for something 为什么做好准备 但是如果在动词不定是to do 一般情况下要翻译成乐意 或者是愿意 我们看一个在商务英语中的一个例句 我们跟外商谈判时可能会这么说 如果您的这个订单 您预定这个订货 如果要是足够大的话 那我们愿意呢 把我们的价格 那么砍下来5%左右 就如果您订单够大的话 我们用批发价 价格优惠5% 你看这个we are ready to do 并不是我们准备好 而是我们乐意愿意 注意翻译 跟它类似的还有一个 也是特别容易翻译错的 就be prepared to do 也是不要翻译成准备好去租模式 因为prepared这个词 如果表示准备好的话 后面一般也是加其词for we are prepared for the storm 我们已经为报复你做好准备了 但如果加to do 要翻译成乐意或者是愿意 这个容易翻译错 咱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我们看一下在第41课 192页的第14行 192页第14行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 tolerate a four hour journey each day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believing in the country is beyond me 前面那个外引导的是个主意从具 他说为什么人们乐意忍受每一天四小时的路程 就是为了这种所谓的特权 可疑的特权 dubious叫可疑的private 刚刚见过这个特权 什么特权呢 还是用of引出这个后制定语 什么的特权呢 就是住在农村这种所谓的特权 简直我是无法理解的 这is me on me 是整句话的这个位语 前面why是主意从具 那么这是乐意愿意做模式 be prepared to do 一定注意不要翻译成准备好了忍受 还是乐意愿意 那么他的反译词如果不乐意呢 咱们常见搭配 常用的有这两个 第一个叫be unwilling to do 在willing前面加一问就好了 这个好记 第二个叫be reluctant to do reluctant也是勉强的不情愿的 这两个搭配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把第二个词大声读一遍 reluctant 再来一遍 reluctant 注意后面也是加动词不定识 叫不乐意做模式 咱们拓展自己表达 咱们看一看在48课里面 220页的第17行 220页的第17行 他这么说 Though he was reluctant to do so at first we eventually persuaded him to take us 尽管他的一开始的时候呢 不愿意这么来做 我们最终说服他 还是把我们打过去了 还是这么做了 be reluctant to do 叫不乐意不愿意这么做 这个可以顺便同时记住 好 再回到句中 本文中说愿意干嘛呢 愿意牺牲sacrifice 牺牲更高的收入 higher pay 为什么呢 for我们讲了for是跟前面这个sacrifice搭配的 为了什么呢 为了这种特权特殊的好处 the privilege 什么好处 of becoming white color workers 成为白领工人的这个好处 为了什么什么的好处 他用的是for the privilege of 这个搭配 这个结构我们在刚才41课的句子中是不是也见到的呢 只不过41课用的更难 咱们再次回顾192页的第14号 192第14号 他说为什么人们愿意每天忍受四小时的路程 注意后面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living in the country 为了能够住在农村这种可疑的所谓的好处 简直我是无法理解的 他只不过在前面加了一个修士与dubious 叫做可疑的 靠不住的 所谓的 看到这个难度是慢慢在提高 不光是课文在变难 表达也越来越复杂 这新冠界三册是循序渐进的 有复杂 有新知识 这刚好是孔子说温固而知心 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教材的安排 非常科学 好 下面看第四句话 他说这一点呢会导致奇怪的现象了 This can give rise to curious situations As it did in the case of Alfred Bloch who worked as a dustman for the Alcine Corporation 这句话也比较长 咱们还是先看看这句话的 这个语法结构的分析 前面这个白颜色的依然是剧的主干 说这这个this 这个this指的就是上一句话里面那个同位与丛句 就人们愿意放弃高收入 而成为白领工人这种特权 这个事怎么样呢 可能会导致奇怪的现象 好 这个主句已经结束了 后面这个s开始一直到句末 这明显是s引导的一个方式 壮意丛句 正如什么什么那样 从s开始一直到句末 正如呢 it did in the case of 这个it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主句出于this 也就是上一句话那个同位丛句 人们愿意放弃高薪 成为这个白领工人这个特权 这个did 当然可以代替前面出现后的动词短语 代替什么呢 就是give rise to curious situations 会导致奇特的现象 主句中整个的备语 只不过在这是一般过去时 可以把give和give 所以这个did相当于give 这个例子里面发生的那样 这就好理解了 哪个例子呢 alfred log 这个人是谁呢 和我们画横线的部分 是由关系des who 引导的一个定义丛句 牵套在方式壮意丛句内部 修饰先根词 阿尔弗洛德布洛克斯 他是在阿尔弗洛德布洛克斯 工作的一名垃圾工 后置令人来解释他的身份 好 下面咱们看看里面那些具体的一些细节 首先 第一个值得咱们借鉴的重点表达 就是give rise to 导致 这个导致非常适合写作中使用 我们在后面加上fml1点 不是formal 就是formal written language 正式的书面语 注意to是借次导致 用在写作中特别贴切 口语中不适合使用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the president's absence gave rise to speculations about his health 这个总统的缺席导致了对他健康的推测 我们知道speculation可以表示推测 推断或者表示投机炒股票 投机买卖也是推测股票的涨势跌 所以用同一个词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speculation speculation 前面absent表示缺席没有到涨 总统的缺席导致了对他健康的种种推测 就大家理论纷纷 这么重要场合怎么会没来呢 是不是又得艾滋病了呀 这个我们give rise to的导致比较贴切 还有跟他类似的好多 写作中导致用的太多了 咱们看另外几个导致 比如说cause smoking can cause cancer 吸烟会导致癌症 可以用吧 或者effect 注意effect当名词可以表示影响或效果 但是做极无动词 这也翻成导致类似于cause 还要像result in 这是中学的表达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导致对吧 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用 比如说bring about 会带来什么结果 其实也是导致 bring about可以 还可以用lead to lead to本来是通往某个方向 通往某个目的 这个目的地 派生意呢 也是导致到了这个结果了 还可以用一些更高级的表达 比如说contribute to 还有account for都行 contribute to 本意是为什么什么做出贡献 大家都知道 如果a为b的发生做了贡献了 不是a导致b吗 可以吧 那么account for呢 本来可以表示解释的意思 how do you account for it 你怎么解释这个词 是对吧 a可以解释b的发生 不是a导致b吗 smoking can account for his cancer 吸烟可以导致 可以解释他的癌症 是导致吗 都可以用 这些搭配在写读中 一般可以替换 但give rise to是里面一个非常庄严正式的责答 咱们可以解释 那么后面说会导致什么 curious situations 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情况 这个curious是多一词 既可以表示好奇的 be curious about something 对什么很好奇的 也可以表示奇怪的 本文中是奇怪的 主句结束 后面s开始引导方式装业总句 正如什么那样 我们说了正如后面这个主语it就是前面的this 就是指上一句话同一同句 放弃高薪成为白领这个事 这个did代替主句中的动词短语 还原出一般过去的事 就是give rise to curious situations 正如这会导致其的现象 在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例子那样 in the case of 表示在这个人具体的视力里面 这个case在这就是example 视力案例这个意思 但注意不要搞混 我们还有一个搭配叫in case of 如果去掉这个the in case of是固定其语 翻译成以免某事会发生 就万一某个不好的事会发生 这个时候还可以换成固定用法in the event 这两个搭配2和3可以同时记住 都是万一某事会发生 就不希望发生的事会发生的话 我们大声读一下in case of 这个没有的 但下面这个必须加定位字的 没有办法 我们大声来变in the event event 原因开头 前面定位字的读论第一 再来变in the event of in the event of 就万一某事发生 看个例子 in case of bad weather 或者是in the event of bad weather the wedding will be held indoors 就是万一要是赶上坏天气的话 我们这个婚礼呢 可以在室内来举行 hold 举行 indoors 或者是副词在室内的意思 我们筹划得挺好 在花园里面举行一个露天的婚礼 但如果赶上暴风雨的话 万一把新娘子临成露汤鸡了 就不好看了 那我们在室内进行 万一把个不好的事发生 跟这个in the case of 做个变析 不要搞混 好 那本文字说呢 本文字在什么具体例子里面 在什么阿尔弗里多布洛格斯 这个具体例子里面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后面加定义总局 who worked as a dust man for the Aresmeer Corporation 他是Aresmeer公司工作的一名垃圾工 注意 这个里面有个重要的用法 就是表示 某人在公司里的职务 职务前的借此 记住加s 如果在某家公司工作 在公司前的借此 我们加for 在这正式场合 不用in和at 这个作为常识 咱们应该记住 比如说你看我自我介绍 我是新东方学校 工作的一名英语教师 结果说 I work as an English teacher for new oriental school 职务前加s 公司前加for 一般是先说职务 后介绍是具体某一家公司 你看我们再看一个范文 就是在2005年 考研英语 这个小作文 这个书信中 一个范文的片段 咱们看看是怎么说的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offered me such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work as an editor for designs and fashions a best-selling magazine renowned for its extraordinary quality and taste 这是李老师写的一篇 2005年的小作文 这个范文书信的片段 非常感谢您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金字班的机会 金字班的机会 咱们在第十二课荒岛生活词汇中会讲到 来干嘛呢 来在为designs and fashion这个杂志 那么担任一个编辑的工作 你看职务前面加s 具体某公司前面加的是借次破 你看在写作中可以用到 那么这个杂志是什么杂志呢 它是一个非常畅销的这个杂志 畅销杂志best-selling 什么杂志呢 因为它与众不同非凡的 这个质量和品位而著称 renowned就是famous renowned for 就是famous for something 这可以看到一个后面的一个定语来修饰这个杂志 extraordinary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第一课咱们讲过 叫做非凡的 与众不同的 特别的 咱们还记得吗 特别的相似叫extraordinaryly similar 用它是副词结构 注意 植物前加s 公司前加for 这个搭配可以记住 一会咱们造句会再次用到 本文中说 在爱尔斯明尔公司工作的 垃圾公阿尔弗洛德布洛克斯身上发生的历次那样 这句话又是个五星级重点 咱们跟老师还是把这个句子再复复一遍 我说呢 这会导致一些奇怪的现象 正如在爱尔斯明尔公司工作的垃圾公公达斯曼 这个阿尔弗洛德布洛克斯身上发生的历次那样 比较复杂 咱们尝试慢慢来 这会导致奇怪的现象 这会导致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要把这个句子背下来呢 因为我们发现这句子里面句型特别实用 特别实用 咱们以后用它可以在作文中 来写观点例证型的这样一些表达 就前面我们给一个观点 下面举例的证明之 正如在这个具体的这个人的例子里面那样 这个人是谁 和我们在这个who定义从句来解释说明 就好了 这个如果是过去的事叫did 在现在的事用does就好了 咱们类似的来造一个句子用一用 因为你要不用这个结构的话 搞不好写散了 你看这个句子搞不好 大家自己也会写呢 this can cause curious situations 这会导致奇怪现象 导致我们用简单词cause 不会用give right to 然后呢阿尔弗洛布洛克斯就是个例子 然后他在哪工作 这个句子就散架了 都是简单句并列得分回其地 我们有语法能力 我们有些复合的句子 表达复杂信息的精炼 简洁 但表达信息比较充沛的一个复合句 展示出语法能力 写作中容易拿高分呢 咱们试试看 试试看 写个句子 压力会导致精神上的一些疾病 压力可以用名词stress 脑袋里出毛病了 叫mental diseases 可以用它 然后举个例子吧 你看我证明我观点 正如你看 在通用汽车公司 通用汽车叫general motors 当常识知道就行了 工作的这工程师 麦克·张森身上发生的那个例子 那个情况一样 还是我I said that in the case of这个结果 咱们复述一遍 先说主句 这个观点 我认为压力会导致精神疾病 stress can give rise to mental diseases 举例子 as a dead 背一遍 in the case of Mike Johnson 再介绍他是谁 who work as an engineer for general motors 这个句子立刻出来了 是不是比松散那些简单句的并练 要优美漂亮得多 当然就容易冲高分 而且我们这个表达 怎么这么自信呢 因为我们是按照世界经典教材 新概念英语第三册模仿出来的 就跟我们练书法第一步 跟着大师的作品去描红 临帖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第四课重要的第一段 就要讲到这儿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对 对 感谢观看